再给大家举一个我实际的案例 在我带十几个人的企业家去美国西雅图做游学访问的时候 我们也去了一家特别有特色的一家玩具店 这家玩具店叫BBW Build a Bear Workshop 它是一家什么样的玩具店呢 和普通的玩具店完全不同 BBW可以说是实体店里头卖玩具做得最好的 它是在97年的10月份就已经成立了 并且在美国上市 而且在美国本地有一个市场的调研 美国本土儿童12岁以下 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度 BBW是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迪斯尼的 所以这样的高的认知度也代表了BBW确实做对了什么 具体做对了哪些呢 我们如果要没有去体验过程 就进入它的店里头去实际的体验它的服务过程 很难去理解一个销售毛绒玩具的厂商 能够把这个价格提高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地步 全世界所有售卖毛绒玩具的这样厂商 90%以上的玩具都是我们中国制造 它照中国制造的毛绒玩具是非常非常低廉和便宜的 基本上成本也就10块20块人民币 但是BBW可以做到一个单款产品售卖能卖到80到90美金 和我们人民币大概六七百块钱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不是简单的 单纯的售卖有形的产品本身 它售卖的是一段亲子的时光 是一段和朋友家人孩子共创的一段互动的亲子时光 那我给大家简述一下这个流程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第一步你进入到BBW的时候 会有一个身穿工作制服 然后满脸微笑的这样一个服务人员亲切地接待你 然后第一步它让你选什么呢 从货架上选一个玩具的种类 比如说它是一个小马 或者是一个泰迪熊 或者一个其他的具有IP的这个玩具的一个外形 这个外形并不是整个玩具本身 它只是毛绒玩具外层的那层皮 下一步我们要给这个毛绒玩具注入心脏和活力 它会给拿到一个红色的爱心 这个爱心你要亲吻一下 才能塞到这张皮里头 等给它装上心脏以后 我们会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滚筒机器里头 可以采动这个踏板 然后可以把滚筒机器里头棉花棉絮物 用冲气的方式冲到这个毛绒玩具皮里头 最后只需要拉动线头 就可以把这个毛绒玩具制作完成 下一步我们要给这个毛绒玩具命名 这就请大家注意这个命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流程 这里头涉及到深刻的人性的一个需求的洞察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比如说一只狗走在街上 你不知道它是谁家的狗 是吧 你对这只狗是没有感情连接的 但一旦你知道这只狗叫什么名字 你心里头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动物是有名字的 你跟它就会产生你人的这种心态 所以BPW给一个玩具命名 其实就是让这个玩具活起来 更深一步 它把这个玩具命名以后 还要给一个出生证 这个出生证跟这个真实的出生证的体积大小差不多 然后上面会标明这个玩具的姓名 你要给它起名 它的毛发的颜色 它的体积大小 然后它出生的日期 最后盖一个出生证名的章 然后给你一个非常好看的盒子 把它装进去 你会发现 整体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一种完整的体验 这个体验让你认为 这个毛绒玩具不单是一个玩具而已 它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小的生命 比如说 我们可以给这个做好的毛绒玩具 做这个装扮 一个小泰迪熊 你可以给它戴一个小帽子 然后这个帽子就值15美金 如果是一个小短裤 也值10块美金 然后还有眼镜 鞋子 就像所有的配饰 所以这样加起来以后 你就能达到了 七八十美金这么一个高价 所以你看 这个价格就被很巧妙地突破掉了 如果我们只卖毛绒玩具 可能也是人民币成本二三十 如此而已 但是BBW却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简单地把有型的产品 变成了一个无形的服务 而无形的服务里头就可以做出很多的价值空间 如果麻烦请不吝点赞 订 lava